而且是我第一次主動參加的比賽 因為我演徒是個很怕輸的人 在以前可能都沒有參加過什麼選美 或者是也沒有得過金鐘獎、金馬獎 演藝人員已經就是從事了二十幾年 都沒有拿過獎 結果沒想到第一次拿的是看來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給自己圓滿一個心願 就是我把自己打扮得很像得到選美小姐 我第一次主動參加的比賽 因為我是個很怕輸的人 在以前可能都沒有參加過什麼選美 或者是也沒有得過金鐘獎、金馬獎 那演藝人員已經就是從事了二十幾年 都沒有拿過獎 結果沒想到第一次拿的是看來都是這樣 所以我就給自己圓滿一個心願 就是我把自己打扮得很像得到選美小姐一樣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批那個彩帶 我就覺得這好像選美小姐 所以我就靈光一閃我覺得說 我就把自己的那個典禮要去領獎的這個心情 把它轉換成我要走星光大道 因為在治病的這幾年 我都沒有參加就是星光大道 然後也沒有作品 所以就趁著這個機會呢 就是給自己美美的 然後也好像做個暖身 希望藉由拿到這個獎 然後得到很好的體力跟運氣 將來可以回歸就是職場 那電腦斷層的話是做 就是從胸到腹腔這個地方 嗯 對 就是因為比較危險的是這裡啦 所以就定的比較要很 定的比較緊 哦 醫生有跟你說要注意的嗎 對 醫生就說就是要心情愉快 嗯 然後要吃的營養也要運動 嗯 那這樣啟動還是在路上在燒嗎 就是治療的那些人 而是路上燒嗎 呃我沒有啟動 呃化療跟 呃就是 我是選擇是追蹤 然後然後做的都是一些輔助治療 所以沒有沒有花最大最大的錢 比如說像我的胃癌的話呢 因為胃癌第四期的治療 除了化療之外 就是還有 呃建議就是用新的那個免疫藥物 那這些其實是沒有健保幾乎的 嗯 所以我就是 考慮了很多跟我的醫生 呃就是研究之後 並沒有 並沒有要啟動治療 就是等 就是最好就是永遠不要啟動治療 就是有些人是會先打來等嘛 那我是沒有想要想要這樣做的 是因為費用的考量嗎 費用考量 也還有就是打了之後 完全就是會沒有體力啊 會沒有 哦 對 所以 我們就就是密切追蹤 然後隨時有啟動治療的準備 那個費用的話 大概是 你知道是多少嗎 哦 其實 最低都是兩百萬以上啊 最低的話 四十萬元 一個療程 一個療程 對 因為像那個免疫藥 或者是 呃化療的 就是 就是我們如果算第四期 或復活的藥 那個是還滿貴的 可是不要超過二十歲啦 就是不要 不要小超過 不要小我 小超過二十歲 超過二十歲太多了 嗯 嗯 老外可以嗎 老外 嗯 可以啊 可以 我覺得老外 當然還滿喜歡 我這樣子的 個性的 對 對 那還有要度假嗎 最近 很想 很想 但是目前的時間 呃 因為我接下來有個拍影片的計畫 哦 所以我會先 拍影片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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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比較忙 比較沒有時間可以跑出去玩 是滿想的 但是冬天 如果要度假 也是會去熱帶的地方 我喜歡陽光 哦 那你現在一天大概需要幾種藥物來 來定期服用 呃 其實營養所充品比較多 哦 如果是 呃 藥物的話是 B12我需要用 護色 我這一輩子都要就是 要護色 維他命B12 哦 那 過敏藥 我就是要長期的服用 呃 抗苦之愛 因為我的 我的 就是 一個 一個不平衡就會過敏 哦 然後眼睛啊 皮膚啊 就是會有一些狀況 眼睛是怎麼樣 眼睛會癢啊 就是 過敏的話 就是會產生一些睫膜炎啊 然後 然後皮膚就是會產生一些那些 癢癢的東西啊 嗯 就有症子什麼的那些的 會有什麼 症子 會起診的風陣 對啊 對啊 我們一天應該吃10種吧 還沒有健康嗎 我要吃10種吧 我會分著吃啦 盡量不要超過10種 有 有 一個醫生就是 就是 他直接講說我可以有這種狀況 就是奇蹟啊 嗯 就是我的狀況其實是蠻好的 嗯 然後體力啊 或者是狀況啊 還有 呃 外型 外型也都好 對 看起來就是健健康康的 然後我的氣色啊 或者是我的體能表現 雖然沒有以前 雖然沒有生病前好 可是其實體能表現也是一直在往健康的方向去進步 嗯 那醫生其實他就覺得 因為他沒有看過嘛 他覺得這是一個奇蹟 哦 哪一科的醫師 這個是副作治療的醫師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宥馨 哈囉大家好 我是何依佩 三粒嚴選 最好算 三粒嚴選 最划算 你記得來看我 雙十一 一定要鎖定 三粒嚴選 二十一 兩 二 二